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威迪玛拉部分政界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 威迪玛拉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是不合理的 我想这些有识之士的表态充分说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国是威迪玛拉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第五大出口目的地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发展对华关系 符合威迪玛拉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心声 台独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动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自欺欺人的把戏 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正如威中有写主席巴尔诺亚所说 中国的历史告诉所有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历史也告诉我们 妄图分裂中国不会有好下场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接受采访时称 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所有人利益 范恩对此有何评论 英国外交大臣显然应该好好地补一补历史客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白纸黑字写着 波次坦公告清清楚楚印着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为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英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50多年前 英方在中英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中 明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想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希望英方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 谨言慎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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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